受到国际五合一疫苗供应不足的影响 国内五合一疫苗供货量 从102年开始陆续出现短缺 家中有婴幼儿的妈妈表示 很担心孩子打不到疫苗 会比较容易生病 外面那么多的毒素 如果小孩子现在小小年纪 不好好这样子培育他们的生气的话 其实到后面来说很多病菌都来了 家中有出生分别满 两个月 四个月 六个月 以及27个月的宝宝家长都知道 可以施打五合一疫苗 目的就是希望家中孩子可以健康成长 虽大部分的家长 除了政府免费的疫苗之外 一定也会另外给孩子自费施打疫苗 政府不住的那些费用的那个疫苗 我是觉得还不错 可是有时候会觉得说 它还是很容易生病 针对全球五合一疫苗短缺 机关署回应 早在今年第一批争取购得12万剂疫苗 并且也将原本出生满18个月 接种的第四季五合疫苗 暂时调整为出生满27个月接种 确保出生二 四 六个月婴儿 如期完成前三剂基础剂接种 经过评估 推迟施打时间 对孩子健康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这总共有12万多剂 这批的疫苗对我们的帮助很大 我们疫苗到7月的时候 供应都还是OK的 机关署表示 12万剂的五合一疫苗 预计5月上旬提供民众使用 目前每个月的疫苗施打数大约有7万剂 库存了十几万剂 估计6月到7月之前 供应应幼儿施打疫苗都不会有问题 既然转56特别室采访报导